正在新會的律書長 也是我們現在台灣大和大的軟書長 軟書向軟書長 軟書長 謝謝他 軟書長其實也是我們過去的民主播 所以現在轉得好 跑到台灣大和大之後 也一直不斷地在對著我們所有的行動創作 這個非常感謝軟書長 以及我們軟書長 第二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也是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一起來共同聊聊 有關於微電影創作 在我想林御賢林導演 各位都很熟 叫飄導演阿飄 謝謝 謝謝 那待會他要跟我們一起聊 有關於微電影的創作 林導演我想各位知道 是一個過去曾經拍過很多很多紀錄片 幫我們把南海之後還有拍了一些劇情片 也相當多的創作 也是讓我們非常非常羨慕的一位 國務員創作的導演 那今天這個場合 我們當然要讓同學們知道 除所有各位來了以後 除了我能夠聽的林導演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第六屆的 麥夢的行動創作獎 希望能夠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因為獎金相當的高 讓我個人非常地羨慕 希望能夠同學們 能夠準備參加之外 也祝福大家能夠得獎 那也祝我們今天下午的座談會能夠很成功 再一次感謝我們台灣大哥大 一直以來給我們需要非常多的補助 贊助以及支持我們的活動 那今天這個律師長特別來 是不是我們今天下午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律師長 謝謝 謝謝院長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我知道除了同學們還有一些我們基金會的朋友也有來參加 那今天非常高興因為要告訴大家 行動創作獎已經成為全國全民最大的文藝創作獎 因為去年我們的徵件數就到達了將近五萬件 四萬九千多件 但是不要害怕 因為其中有四萬多件都是簡訊的創作 那我們今年第一年開始有回電影 那就是因為聽說世新大學的同學創作能量特別的豐沛 而且非常多有創意的人才 非常多有活力的文藝青年 所以我們特別來到世新大學 來向各位同學介紹我們這個獎 好 那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這個獎金呢總共是有二十 全部總獎金是兩百萬 然後呢簡訊是一字千金 也就是你的首獎呢會有七萬元 那你想想看我們的簡訊最多只能寫七十個字 所以你每一個字呢就值千金 然後鈴聲的創作是二十萬 回電影是三十萬 那我們的簡訊文學呢 所有人都可以隨時創作參加 那簡訊呢它分成三個組 第一個叫做情書組 所以你寫給你的情人的任何的簡訊都很適合 另外是家書 就是寫給你的家人的 然後再過來是生活筆記 也就是你平常有任何感想感觸觀察 想要分享心情 這都適合在生活筆記組來投稿 那這三個組呢它的獎金都是一樣的 那再過來就是原創的歌曲鈴聲 那所以大家都常常用手機 那不管是達鈴或者是鈴聲 都是我們適合創作的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它的格式呢是三十秒到四十五秒 它的首獎也有二十萬元幣 金曲獎的獎金還很高 好 最後是我們今天最重要 就是今年第一次爭見的微電影組 那微電影組呢 它本身的長度剛剛有看到三十秒到三百一秒 就五分鐘之內就可以了 那它的首獎是三十萬比金馬獎還要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特別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是 我們為了鼓勵校園學生的創作 只要你所有的工作團隊除了演員之外 工作團隊是學生全部有學生證 或者在學證明證明的話 那我們就算做學生組 那學生組它一定有保障名額 就是說我們這個得獎的名單上 一定至少要有學生的一組以上 所以你們知道學生是被保障名額 這都是我們的將來的大導演 來做你們的評審 他們就講說搞不好最後是要保障名額 是非學生要保障名額 因為他們現在發覺 現在學生創作的這個能力 能量還有創意 是非常驚人的 OK 我們來看下一頁 簡訊文學這幾個人大家都認識嗎 余光中有沒有不認識啊 不敢講都認識啊 那這幾位呢 張洪志 評路 王王 這都是我們簡訊組的最後的一個決審 那就會根據這三組情書加書生活筆記 來做一個最後的決審 那他們的評分標準告訴大家一下 就是你文筆是非常的精烈流暢 你是不是有創意 你是不是跟你的表達主題是能夠完整 而且能夠反映當代的意識 這個非常重要 好 我給你看一些過去得獎的作品 比如說這個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 我看算了 這個就得到去年生活組的首獎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情書組的首獎有什麼 現在才說愛我 你知道對眾過期的發票是什麼感覺嗎 這是去年的情書首獎 再過來呢 家書的第三獎有一個 既然你們的真愛無價 有價的就留給我和孩子吧 那我們可以再看看 爸媽我們有種要結婚了 這是反映現代人那種先有孩子再結婚的現象 還有現在很多娘不娘的問題也在這邊反映 譬如說兒子說 兒子娘就娘 娘挺你 或者說爸別問了 我不是 另外呢很多父母希望孩子可以陪他吃個飯 他就貼一個陪吃飯免經驗 異者訴訣媽這些都非常有趣味 簡短但是反映了當代人的意識 所以我想各位同學 你們在平常的簡訊裡面 一定有非常多絕妙家具 有非常多令人玩耳的這些作品 你們都可以把它再修一修 就可以成為很好的簡訊作品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些作品很短 所以你不只一字千金 有的是一字幾乎一萬塊錢 所以我們曾經有一個最短的得獎 作品十一個字就得獎過 所以我想這都是大家可以繼續努力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來看原創歌曲鈴聲 那黃書俊 侯志堅 雷光夏 這都是國內一時之選的創作人才跟評審 那他們評審的標準是什麼呢 你的歌詞的創意 歌曲的創意 編曲的創意 全是演唱和短奏技巧都會一起考慮 所以當你送過來這個格式呢 是已經有歌詞 有演唱者 有伴奏 全部完整的一個曲子 然後送過來他們就可以做一個評審 那我們看一下過去有沒有什麼精彩的讓大家聽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 第五屆的這個電話 這個好了 人氣獎的手獎好了 無人接聽 可以嗎 要不然我們要試下另外一個 黃上平的電話 這是第二屆的手獎 它是類戲劇的 好 有問題嗎 在我們過去針見的過程當中呢 經常會發現非常令人驚豔的作品 包括有台語的 也有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意義的歌詞的 那種阿卡貝拉的人聲 舞伴奏的也有 還有甚至有拉丁文的來唱的也有 裡面至少要有國語的歌詞 那鈴聲的投稿很簡單 就是你投稿的時候呢 把你的歌詞 要在你的報名單上寫清楚 因為我們常常會聽不懂歌的唱什麼 然後把你整個曲子錄好 然後上傳到網站上 這大概就是我們鈴聲的一個創作 那鈴聲創作 在通常呢 過去大概通常都要一到兩個人幫忙你完成 因為你除了自己演唱自己伴奏 還有把它錄音完整 所以鈴聲創作是比較團體的 如果講到我們最後的那個 我一定也要回來認識一個團隊 好 我們來聽聽聽吧 欸 你的電話響了 欸 電話真的響了 電話真的響了 你歌詞 你叫這個人 好 這個是一個 去年是一個北易大學生 他得獎的喔 他的作品 他自己用Bebox把所有的伴奏跟聲音唱出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屆的好不好 黃上明的電話 這是第二屆 也是由三個女孩子都學生創作的 可以嗎 那個黃少年電話第三個 對不起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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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黃少벌西皇上 互相也帥不散 恭喜黃少和西皇上 謝謝你 想話我給唱歌 恭喜黃少和西皇上 你就快死了 黃少您的電話 電話是誰 喵 喵